这是小日子最硬和的无反应挑战 不管女嘉宾如何整活 挑战者都不能有任何表情 全程毫无反应和挑战成功 第一位挑战者是小野 高冷女王拿着皮带出场 想必今天的挑战肯定是低于极的 女王二话不说一个扫藏腿 把小野摆成个人自行 本来就矮的小日子 这下更矮了 此刻背对女王的小野还没意识到 自己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一套连环面让小野差点破绑 他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好不容易控制好表情 结果高冷女王突然一个大招 这谁能想到天堂和地狱还能同时存在 小野直接破绑 果然最难销售美人 看到有福利环节 日村迫不及待地参加挑战 不知道是女王下手不重 还是日村皮草肉厚 日村的表情全程都比小野要淡定 此刻他心无旁贷 虽然胜利什么的不重要 但自己一定要撑到福利环节 哪知道主持人也加入到女王的队伍 主持人的力道哪是女王可以比的 日村越来越崩溃 按照这个力度 根本撑不到福利环节 自己就要费了 奇葩整国哪加强 日本综艺王中王 损人的节目组为了整股一人 假装邀请他们参加一个游泳体验节目 首先登场的是中刚 他整理好 勇冒一脸严肃的 走进自以为的游泳馆 他抬头一看 六十多岁的至此大爷 显然已经在这里等过多时 不是咱喜欢啪的 实在是起不来 就在两人两脸懵逼的时候 三位游泳天才终于在此 三世被枕了 他们一脸轻松 以为今天的整股不过如此 此刻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突然强力自动一开 他们才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巨大的转盘之上 既然你们仨趴在地上 有说有笑不愿起身 那就给你们一点动力 随着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有体重优势的中刚率先正说成功 而体重最轻的凌翁 无论怎么用力 始终无法摆脱这强力战板 最后两位男士不得不前去帮忙 不过因为有强力胶水的存在 场面一片混乱 如果你乘坐的飞机突然失去动力 你会不会你心慌得一批 今天的倒霉蛋是艺人内山 他被节目组邀请来主持空中美景解说节目 飞机刚一起飞 驾驶室操作台就冒起了白烟 内山担忧的询问驾驶员 这白烟是怎么的情况 驾驶员告诉他不必惊慌 顶多是发动机有点烧焦了而已 小问题 好在飞机顺利的胜空 内山开始专业的介绍窗外的美景 就在他陶醉于高空的景色时 突然觉得臀部一空 驾驶员告诉他螺旋桨停止了 内山以为自己听错了 螺旋桨停止是几个意思 直到他亲眼看见机头的螺旋桨停了下来 飞机开始无动力的下坠滑翔 这真是人在天上飘 魂也在天上飘 眼看内山要吓尿了 驾驶员才假装解除故障重新飞行 他告诉内山 我们现在只是暂时解除危险 在你前方有一个红色按钮 把它拉出打开备用发动机 不出意外 飞机又开始下坠 这时驾驶员又让内山拉起副驾的操作杆 这样我们就能紧急降落 哪知道操作杆被内山连根拔起 内山慌得一批 心想这下真的是蛮独子 小日本的综艺有多会整活 他们的滑滑鸡冰湖大赛又来了 损人的节目组邀请你艺人来会议室 假装商量节目事宜 第一位倒霉蛋是龙口光 他刚一坐下就被节目组扔到了比赛现场 主持人这才告诉他 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 他们将通过滑滑题来到靶心处 越靠近中心点的选手得分越高 主持人二话不说 就给他临上比赛专用的滑滑叶 咱也不懂这比赛的技巧到底是什么 反正得分随缘 主打一个滑腻腻的效果 可能是由于龙口妹子体重太轻 还没有滑到把玩上就早早停下 最终成绩零分淘汰出局 第二个倒霉蛋是AKB成员穿袭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丈夫压力山大 竟然在下面手拿并刷充当助手 丈夫在场自己当然要好好表现 他直接干了一桶滑滑叶 瞬间把节目效果拉满 连丈夫也连连在场 穿奇张开双脚保持平衡 在丈夫扫搂多余的滑滑叶 完美降低速度的情况下 穿奇的脚后跟正中法新 取得了满分的成绩 最后一位倒霉蛋是搞笑女王 菊蒂亚美 禁凭着奇葩的出场表情 就知道搞笑女王的称号当之无惠 在临滑滑叶阶段 亚美各种翻白眼 主持人提醒到 虽然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你这属实有点过头了 亚美表示自己是粉色眼中 纯属无心之举 你以为这就是搞笑女王的全部了吗 在滑行阶段 她联合自己的经纪人助手一起整活 放了个大招 得分多少不重要 关键一定要把节目效果拉满 这是小日子最炸裂的别笑比赛 两名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 做出各种奇葩好笑的表情 逗笑对方 获胜者就可以赢得大奖 首先出场的是拳击手小黑 他胸汉外表下去能突然给对手灵魂一击 在上一场比赛里 小黑一招谁也不爱秒杀了对手小小黑 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 竟然是一位素人大爷 他们的裁判是有着铁面判官称号的冷蛋哥 一开局小黑就使出了一套至上组合拳 而对面的大爷却毫无反应 就像面对村里的二傻子一样看着小黑 小黑见状赶紧变招 使出自己的绝学 杨颠锋抽出拳 这套连招勉强算是入了大爷的法眼 紧接着大爷终于出手 他直接给小黑包了一个饺子 战斗经验丰富的小黑马上愣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对 连铁面判官冷蛋哥都差点不保 面对大爷的夹心饼干 小黑还是决定反抗一下 他伴着鬼脸配合着白眼出招 可是大爷这边一招动感波波拳 小黑毫无招架之意 比赛时间结束 大爷轻松拿下第一场比赛 变态整股哪家强 日本综艺王中王 损人的节目组为了整股艺人 制作了一个宇宙大杀器 全自动无限千年杀 节目组假装邀请艺人进行健康检查 首先是进行手臂测量 一旦按下测量按钮后 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压缩 手臂会被紧紧挤压无法拔出 这时候测试对象本能的反应 会去按红色的停止按钮 但其实这是一个电流开关 会让人全身苏麻 紧接着就会有钢杀弹出来 使其无法动作 这个时候最终武器无限千年杀 就会开始工作 今天的倒霉蛋是一人宋伟 你品一品这个名字 是不是很适合进行这项整股 工作人员按下测试按钮以后 就自行离开 这时圆筒开始慢慢加压 宋伟还以为这是正常的现象 他选择默默的忍受 节目组只好远程打开苏麻开关 这下孙伟终于一直到不对劲了 他取下口罩果断的 按下红色中指按钮 不管按与不按都会苏苏麻麻 这不玩独子了吗 这时钢杀弹出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 无限千年杀魂节 在无限千年杀的持续输出下 孙伟估计真的变成孙伟了 如果拉面店有一些奇怪的流腾 你会不会遵守 为了观察人们的从众行为 节目组联合拉面店做了一些奇怪的测试 电力除了观察对象奇缘全是演员 第一个测试对象是为寸头胖哥 他刚一坐下 老板就开始办所有顾客的拉面喜炮 胖哥瞬间懵逼 大倒幽子是几个意思 难道要把女团主进面里 虽然完全无法理解 但轮到他时 还是痛快地说出自己喜欢的明星 眼看胖哥如此顺从地 接受了这个奇葩的点餐流土 节目组马上安排更奇葩的吃面环节 每个人的桌前有一个3D眼镜 便肩上携有作用 会让拉面变得更美味 于是演员们纷纷戴上3D眼镜 胖哥虽然跟着戴了眼镜 但是他大脑的CPU已经被干烧 现实中所有的画面不就是3D的吗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这时老板开始依次给顾客端上拉面 可是顾客接过拉面以后 都触摸了老板的光头 第二个测试对象称一哥 在他说出喜欢的明星以后 节目组加大了整活力度 只见顾客们在吃面途中 突然就脱去了上衣 趁一哥二话不说一脸微笑的也真的脱衣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大家都做了 自己不跟着做肯定会被认为是变态吧 紧接着更奇葩的流程来了 明明只是来吃个拉面 结果光着膀子戴着250的墨镜 跟着店中朗送起薰剑 当节目组揭露真相时 小日子的综艺有多亏整活 为了整活女团 夺损的节目组又开始脑洞大海 准备干一票大的 她们在舞台中间 连夜建造了一个整人小屋 然后假装邀请顶级偶像女团拍摄外景 导演忽悠妹子们 因为拍摄地点在郊区 所以得头天晚上就住在那边 以免耽误拍摄时间 来到舞台 妹子们在没有任何灯光的情况下 住进了她们自以为的郊外小屋 她们开心地玩爽 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玩到了三个小时后 妹子们终于安然入睡 为了达到最大的整股效果 节目组邀请了400名粉丝 来到会场悄悄入座 早上6点 随着主持一声令下 妹子们的卧室瞬间土崩瓦解 被强行开机的妹子们 看到眼前的一幕 大脑瞬间死机 女团副队长还戴上眼睛 确认状况 节目组根本不给她们思考的时间 会场马上放弃她们的主题曲 妹子们虽然已经干烧了大脑的CPU 但是听到自己的歌曲 还是一脸懵逼的起来 纷纷拿起话筒被迫营业 有的已经开唱了 而有的妹子才刚刚开机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姐妹们 为什么在床边开演唱会 今天的梦怎么好真实的感觉 随着歌曲进入高潮 妹子们终于开机成功 找到自己的状态 会碰到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